那我们就进入到简报的DA来看一下咯 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有简单稍微介绍一下 Notion热门的程度 那到底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想要用Notion 其实各位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从小到大 我们现在如果你已经习惯用电脑 比如说来记事情 那你可能会有教作业 教报告或者是你自己的笔记 你的拍照 甚至你看影片 或者是听音乐MP3或听Podcast的 那这些东西 我们常常都是怎么样 放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你还没有习惯 把你的档案放在云端硬碟的 那至少你可能会在你自己电脑里面 可能建一个资料夹 对不对 或者是就是用浏览器 可能搭配我的最爱之类的来使用 但是我们Notion其实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呢 在这里 我们Notion呢 它可以说是一个类似all-in-one的工具 就好像说各位你平常我们在找这个很多 现在很多东西不是都要求要很高的CP值吗 Notion就有点类似这个概念 它有点像这个瑞士小刀一样 一把就搞定 你看它整合的包括了笔记 你也可以把它当知识库 你的文件也可以 甚至你要做专案管理啦 表格啦 这里有重复了 还有日历啊 这些其实都可以 也就是说呢 以前你必须要怎么样 跑好几个地方 比如说你有用email收信 然后呢 再来你可能有Google日历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你有云端硬碟 有Google文件 好我现在举的都是用Google的方式 但可能也许你会用office之类的 但是这些都是放在不同的地方 今天如果我要找的时候 我就比较麻烦 我记得有一个人 比如说像刚银盛讲的 有人写信来了 那他可能就要记得在email是哪一封 然后去回 那么如果今天 他有个文件要跟他通知 他还得记得这个文件放在哪一个资料夹 对不对 然后再去找 那么在notion里面就不用那么麻烦 因为呢 他如果有附件 你可以直接夹在那个 你的notion的 应该可以说算是页面的 页面里面或资料库里面 那这样就可以直接找到 我就不需要说我要再去找其他地方 那当然他里面呢 也可以连来连去的 所以 等于说 你只要进到这里来 我就是一个统合的资讯 我就可以全部都找到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你在这边看到 notion就 叫做 叫做all in one的一个工作空间 那如果你是有在写程式的 我们常常有时候可能程式码啦 我会去找一段人家写得不错的 当作是范例 我可能以后就是直接从这边抠过去 那以往我们在其他的地方 你可能把它存起来 再贴过去 那那个语法的 这个颜色 因为很多语法 他会有不同的关键字 那 在notion里面呢 你也可以直接贴语法 所以这个都很方便 这是他 非常厉害的地方 那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 他们2016年才成立 所以 还算蛮年轻的 对不对 才 七八年嘛 然后 价值很高的 2000万哦 而且这还是2021年的 因为这个资料是来自 维基百科的 好 那团队人数也 这样也还不算多了 那么重点是 你看 他本来是付费的 然后呢 有一部分是免费 有一部分免费 然后 最重要是在2022年这一年 也就是三年前 哎 个人用户 就可以免费使用了 而且怎么样 没有容量 也没有业数的限制 在notion里面 有 我们最主要用的 有一个就是叫做页面配具 然后呢 而且怎么样 他也有开放哦 以前这个功能是只有付费版才有 也就是你有所谓的历史版本 所以你看我们 这个礼拜有介绍Canva 他有30天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是Google的文件 简报或云端印碟上的 上面也有历史的这个档案记录 所以他现在对个人来讲 其实像我自己来讲 我现在用的就是个人免费的 我并没有特别去用教育版的 因为我觉得个人免费的 其实现在就够用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 虽然他协作的人数比较少 不过因为你如果当作是个人的资料整理 其实还好 那他唯一有比较算是一点点限制的 就是个人的免费版 你在上传档案的时候 他有每一个档案 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 就是5M的上限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升级到教育版 或者是付费的版本 你看哦 在这边 没有上限 有没有 上传没有上限 储存空间没有上限 而且还有30天的历史版本 所以很多教育版的 哈哈哈哈 老师 你只要有 或学生 他就会想要怎么样 用教育版的 所以这就看你了 那等一下我们告诉各位 你大概怎么注册 怎么升级 其实说真的 你能够把免费版用好 你再来考虑你要不要升级就好 因为其实功能基本上 就是免费的 大致上都还蛮够我们用的 所以你不要那么担心 急着要马上升级 OK 因为无限空间 你也会有点担心 对不对 哈哈哈哈 啊 房子太大间了 对吧 电影扫你就要比较困难 哈哈 好 那我们在正式开始使用notion之前 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刚讲的notion本身 其实是挑人用 好 挑人用 因为我看一下 我先讲一下 在这里 在简报第7月这边 我先讲一下 就是notion到底适合谁来用 其实呢 它适合 大概啦 我们大概拿来分类一下 差不多是这些 第一个 就是你已经比较习惯用什么 用电脑啊 或者是你的手机 来做所谓的记事的 也就是你可能用它来记录 不管是你的影像 录影 或者是文件 还是专案管理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直接用notion 应该是 很容易上手 因为你没有就是界面转换的 太大的问题 第二个 可能你 比较常需要做这个 专案管理 或者说 有可能你们 以同学来讲 他可能会做专题 或者报告 不管是一个人的 还是多个人的 那你要掌控一下进度的话 其实用notion 也是很不错的 再来就是 当然就是喜欢藏鲜的 有没有 我就很喜欢 学新的东西啊 像我们都还蛮喜欢 学新的东西 体验一下 好 看看到底 这个在流行什么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喜欢用 哎 我们就可以尝试看看 因为 会有多人用 可能都还是有它的原因啊 好 比如说你看 抖音不是很多人用吗 简印啊 对不对 好 那你就可以稍微 体验一下 了解一下 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吗 好 那再来就是说 哎 你如果像我就是比较熟这一种的 就是说哎 我的资料量其实蛮多的 好像我 这个Google云端硬碟 我就是一个月 300块的 就是我的空间是2TB的 也就是说你如果是100G之后 上去就是2TB啦 好 那因为我们资料量 以前养成习惯的嘛 就是学术的 这个教育 Google云端硬碟 有无限空间 那我们很多资料都放在上面 所以我的资料量 大一点的话 哎 我就会需要去整理 好 因为包括我的教材啦 我的一些教学的 这个范例档案文件 甚至影片 事实上最淡空间的都是影片 很多 那如果我分散在很多地方 包括我可能放在云端硬碟 我放在这个YouTube上 那这个时候 我要找其实就有点麻烦 那我可以透过 Notion 来做这个整理 相对来说啦 相对来说就 会比较容易找到我需要的东西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像 你看到右手边这边 其实网路上的资料很多 对不对 以我们像 以我这一种 就是常常需要去收集网路上的一些资讯的 工作上来讲的话 我会把我比较常用的 我就把它收集到Notion里面 那它就变成我一个知识库 那我可以透过Notion 不管是做页面的筛选 或者是关键字的搜寻 还是做标签的一个过滤 我就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之前整理的资料 所以你看这个是我的知识库 那下面这个呢就是 我们大家都一样 对不对 除了看书以外 你可能还有很多的学习 包括了可能我有参加 像各位现在参加线上演习 或者是你看YouTube影音啊 你看过之后 很多时候不是会有一些心得吗 即使你是追剧 也很厉害啊 像我现在大学同学 他有那个啊 他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 就是编剧 最近有一部公共电视的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那个叫做什么什么里长 有没有 地域里长 那个他写的 最近同学有发现 但是他有说那个内容 跟他原谅差很多 就是编的跟最后那个导出来的 差很多了 但是那个就不管他 滚了 好 所以像这样子 就是你可以去 做这些笔记 那以后你再找 是不是相对比较容易 对不对 好 所以不管你是 大量资料的 还是像这样笔记的 以前我们都是会分散在很多地方啊 真的真的 这样子的话呢 你现在就比较方便 那当然其实如果你是像 有 我也听过很多同学 也看过不少同学 发现同学用notion的 还真的满多的 所以 你没有开始用 没关系 总是有个开始 都可以尝试看看 那再来就是 其实notion还可以怎么样 当做是 像部落格 Facebook一样 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直接发布成 网页 他有专属的网址 有你自己专属的网址 我们后面会提到 那你透过这样子呢 就可以比较 等于说 好像写日记一样也好了 就是你分享 出去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受限于 包括你在IG 你在Facebook 或者甚至部落格 我是不是都会比较受限于什么 他有资源什么 我只有只能这样用 那不资源的 或者是 比如说附件啊 我根本就不能上传 对不对 那你在notion这边 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 因为你是all in one的嘛 对不对 所以 你可以用 在notion里面的东西 别人 你发布上去之后 别人就可以看到 而且就照你原本的规划放进去 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到 到底谁 适合使用notion 因此 等一下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 如果你个人 都没有什么在记录东西的 也没有太大量的资料 你大概等一下就可以下课了 因为真的有差 如果你都没有什么太多需要记录的东西 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那你会发现 notion 用起来比那个什么 比你用word 比用google文件 那个格式还要少 排版好像也不是那么 就是没有像他们那么灵活 所以 看情形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你可以听看看 实作看看 慢慢的去找出他的优点 体验到他的长处之后 你可能就会发现 有机会 也许就会成为你的 这个后功加厉 这样子 OK吗 好 所以 这样子 就跟33人 明镜